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呢 他还曾经说1965年8月9日这一天 新马分家不是他们值得庆祝的日子 真的很难以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国家是如此的不开心独立呢 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以后 我才发现说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你知道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Micky黄玉文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主题 是不是觉得我要聊什么严肃的话题 没有啦 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想说 我既然都决定要在新加坡住了 怎么可以不了解这边的历史呢 所以在上个礼拜呢 我就去了Malay Heritage Center 去了一趟以后才发现 哇 我对于新加坡的历史一概不知 所以回来就觉得很生气 我怎么可以如此的无知呢 就赶快上网查一下新加坡的历史 然后才发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 就是原来新加坡的独立 是被迫的耶 而且呢 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呢 他其实是非常难过得知 新加坡竟然要离开马来西亚 这个事实的 他在记者会上宣布 新加坡的独立宣言时 谈到新马芬家 不禁默默的流下眼泪 代表着他有多不想要 接受独立这件事情 那如果想要了解新加坡历史的人 其实可以上网查 因为很多YouTuber其实都有在聊 那我这边就是简短的做一下一个 纲要好了 就是在18世纪19世纪初的时候 新马原本是一家人 然后之后英国统治 然后再来呢 就是二次大战 日军占领了新加坡 短暂的占领了新加坡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呢 日军撤离了新加坡 又恢复到英国的统治 直到1959年 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 也就是新加坡的开国总理 李光耀先生就 就出现啦 那他出现了以后就觉得说 新加坡是一个这么小 而且自然资源又不足的地方 一定要再度跟马来西亚合并 才有办法生存 所以这个梦想在1963年就实现了 但是短短的不到三年期间呢 新加坡就被马来西亚 扫地出门 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呢 他还曾经说 1965年8月9日这一天 新马分家不是他们值得庆祝的日子 真的很难以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国家 是如此的不开心独立呢 这个原因呢 大家可以在上网查 因为 你今天没有要讨论日识这一块 我就只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 在了解了这一段历史以后 我才发现说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你知道吗 因为在被迫独立以后呢 李光耀先生就认为说 他一定要大大的改革新加坡 才有办法生存下去 譬如说 他要很严厉的控管人民的生活 除此之外呢 他也严惩贪污啊 就是做了很多建设 所以以新加坡才能在短短的时间 就成为了亚洲四小龙 一直到现在发展的如此的好 并让我想到一句俗话 曾经以为失去了你 我就失去了全世界 但现在想起 失去了你 我反而拥有全世界 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耶 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的重点 刚刚以上那些历史都 不是我要讨论的 对了 如果有讲错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帮我 就是留言补习一下 看到新加坡独立的这个历史呢 让我想起了我人生当中有三次 我以为我遭遇到不幸 但是之后想起我才觉得很庆幸当初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要讲起我曾经交往三年过的一个一位前男友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段经验 就是跟一个男生交往 或一个女生交往了很久 你认为他就是那个人了 而且你也觉得找不到像他一样对你好的那个人了 但是呢 对方做出了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就是他劈腿啦 那我也是原谅了到第三次 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以后 才决定说一定要跟这个男生分开 在当下真的是觉得天要塌下来了耶 就是觉得说 我怎么可能好的起来 但是其实你就是可以耶 跟他的分开 他教会了我分手是需要练习的 而勇敢也是需要在足够的自信当中培养起来的 那这个自信呢就是要不断的练习 你一定要不断的分手 他也教会了我 当初对他的那一份喜欢是我赋予给他的 我决定要如此爱他的 因此我也有能力 把这份爱给下一位更值得我的人 如果当初没有他逼得我放手 我不会知道说 其实真的转身离开 比当下苦苦哀求还要轻松的许多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 其实那位先生我们到现在只是 还是朋友啊 小的时候总是会做错一些事情 没有人是故意要伤害别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发生 我才能如今如此的勇敢 在感情当中如此的勇敢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件 我认为说我很不幸 但是后来很庆幸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黑社会的改版 如果有一直在follow我的人 应该知道我以前的背景 那也很多可能刚加入这个频道 不了解我的朋友 可能也不知道黑社会是什么 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 然后我在里面是一个固定班底 这个节目要收掉了以后 它就是转型成为另外一个节目 也就是黑色棒棒糖 那个时候呢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转型之后 都有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 就说哦你可以继续去录下一个形态的节目 但是就是我一直迟迟没有接到电话 我其实从来没有谈过说我当下有多么的沮丧 没有跟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想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因为当时不被需要 所以反而让我更坚定的去做了我原本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到大本来就想要加入新闻业 也就是为什么我念了世新大学世新新闻系 那也因为当时的不被需要 所以我在毕业过后就想说 好吧那我就继续去朝着我原本的梦想前进好了 就不要再往演艺圈那块去幻想了 那也因此很顺利的就进入了年代新闻 当上的细想主播 这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天耶 真的就是当下的失去不是失去耶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澳洲找工作被骗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聊过 叮叮可以看一下上面 等一下再看 先看完这个影片以后再看 就是我去澳洲之前呢 我有先跟当地的华人公司先谈好 也是要做类似的职务 反正我就不想多讲了啦 所以这件事情一没有成了以后就面临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没有钱 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生存能力 因为我当时连英文都不会讲 不过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痛下决心的决定说 OK我一定要去学好英文 以及我一定要有生存能力 也是因此我才加入了服务业这块领域 我才学会了很多技能 因为在服务业里面你需要一直讲话嘛 也因此是练习英文最快的方式 再来就是因为加入了服务业我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 像是做咖啡啊调酒啊以及我考上了酗酒师啊 这等等的一切都改变了我现在的生活品质以及生存能力 今天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真的是我看到了新加坡 独立以后给我的启发 它让我回想到了人生当中这三件事情 哇真的就是我当下痛哭流涕 但是最后我却发现这是一场美好的旅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一样的经验呢 我真的觉得我们人的眼界是如此之小 只看得到当下的失去 一点都感受不到未来会得到的东西有多少 我刚押韵了耶 我们人的眼界是如此之小 只看得到当下的失去 一点都感受不到未来会得到的东西有多少 不知道到了2020年底吗 2020我相信大家都不好过 只希望说未来的我们 回头看看2020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以及如果大家有什么类似的经验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我想要了解你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因为今天分享了我的人生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有没有这种被迫发生的状况 但是现在却很满意这样当初的结果呢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